湖人快艇勇士赛后检讨 Curry打铁克的调度出问题了吗? 哈喽你好我是佳妮 今天是1月8号 再来关心NBA赛事的部分 今天我们主要会讨论三场比赛 那就是湖人队快艇 勇士队暴龙 以及太阳队灰熊 不过这里要注意的是 太阳队灰熊我们会着重在讨论灰熊的部分 而不是太阳队 毕竟目前太阳队的胜率还是有五成的 而为什么要讨论灰熊呢? 因为我个人认为 灰熊在Dramarine回到场上之后 这次球队在下半赛季 是非常有机会撞进副加赛的球队 实际上今天灰熊在没有Dramarine的情况下 还是打败了由此生KD Booker以及Brady Bill三巨头的太阳队 这场比赛球队可以赢球的关键 在于两位拿过DPOY的球员 以为是三个J 一位就是Smart 其中三个J在第四节关键时刻的这一颗 进攻篮板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也让队友Ben有一次 三分球出手的机会 而且他也把握住了 在接下来三个J自己也单打Nurkic成功 从这个球难度老实说非常高 而在两位年轻球员都有好表现的情况下 身为球队老大哥的Smart表示 我也是拿过DPOY的球员 这一次Brady Bill想要单打他 是直接被他把球给点掉 而这一次关键的防守也帮助灰熊队在课场拿下重要的一胜 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 虽然目前灰熊队的胜场数只有13场 而且球队胜率也不到五成 可是问题不大 因为勇士在塑胶阶上比赛之后 其实胜率也不到五成 实际上目前排第10名的胡人队胜率也没有五成 另外更重要的是 目前灰熊跟胡人也只差4.5场而已 而整个地形赛还有超过一半以上的赛程 所以站在灰熊的立场当然是大有可为的 另外这里我们提供一个数据 本赛季灰熊队勇士还有三场比赛要打 这三场比赛我个人认为会非常关键 因为目前的勇士队是排在第11名 换句话说站在双方的立场 谁可以拿下两胜也就是拥有对战优势是非常重要的 而一旦灰熊可以拿下所谓的对战优势 我个人认为对于球队打进附加赛的部分将会非常非常的加分 另外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爵士队 虽然本赛季爵士队非常有机会成为卖家 其中包括Jordan Carlson,John Collins或者是Mark Allen等等 可是在这支球队还没有被打散掉之前 任何球队遇到他们都要非常小心才行 这里要注意的是目前爵士队排在西区第12 离勇士队只有差半场而已 所以勇士队的部分不但要想办法往上爬 也要小心后面追兵的部分 好聊勇士队接着我们就来聊勇士队 接着勇士在主场是败给了暴龙队 而且这场比赛其实输得蛮难看的 因为半场球队就落后对手27分 实际上半场结束的时候我是刚起床的 所以我看到这个分叉老实说是有点吓到的 虽然第三节勇士队是有将比分追进的 不过第四节比分又被拉开了 因此这样比赛的部分咱们就不多提 我们来聊调度 接着比赛球队的先发释放所谓的双锋线 也就是Kominga搭配Wiggins 再加上浪花兄弟以及Davis 实际上我在前两天的直播时我就有提过 目前的勇士队不适合打所谓的双锋线 主要原因是如果你要打所谓的双锋线 那么这次球队可能会没有球员可以发牌 比方说如果你要打双锋线 而又要保持有球员可以发牌 那么你的后场可能会变成是Curry搭配Posetsky 以及K汤 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场上阵容会非常非常的爱笑 所以我在前两天的直播时我就讲过 目前的勇士队其实不适合打所谓的双锋线 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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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所以要讲三次 除非Curry当天的状况非常非常的好 那么这个时候勇士队才有本钱去打所谓的双锋线 可是球员要知道的是 Curry其实在进无场比赛的状况非常非常的差 所以在进攻端上如果你希望他去打一个持球的角色 那么Curry就不能在无球的部分贡献更多 这里我们来看几个回合球迷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么说 好以上这几球都是Curry在今天出手的画面 我们是不是很少看到所谓的无球 基本上他都是自己单打 或者是在一个掩护之后直接跳 这里我想要讲的是 你要叫Curry这样打不是不行 可是他就没有时间去跑无球 另外这样的打法其实非常吃Curry的体力之外 也非常吃他当天的状况 更重要的是今天Curry的部分是打铁的 所以勇士输球没有问题 而看完这几个回合之后 相信球迷应该就可以了解 为什么我会说目前的勇士队 不适合放所谓双锋线的原因了吧 主要原因是这几位所谓的持球者 不管是Wiggins 不管是K-Town 不管是Kumiga 他们虽然都有自主进攻的能力 可是在组织的部分 他们的能力跟嘴绿 还有Chris Paul是不能相比的 所以球队第三节的先发 才会放上Posinski 这个部分就是要分担 Curry在进攻端上的工作以及压力 实际上第三节 K-Town的几颗三分球 就是无球跑出来的 而未球的球员就是Posinski 又或者是Curry Joseph 看到这里相信球迷就会明白 为什么勇士场上一定要一个发牌者的原因了吧 毕竟这次球队藏起来的打法 球风就是如此 可惜的是目前勇士队的嘴绿无法上场 所以这个部分才必须要Kurry Joseph 或者是Posinski来执行 换句话说 如果勇士队想要玩所谓的双锋线是可以的 那就是等到嘴绿回归 实际上他已经快可以上场了 所以双锋线的部分不是不能使用 而是要在适当的时间使用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客在赛后接受媒体访问时的说法 记者问他 为什么你今天会让Wikings以及Kumiga同时先发 他的回答是 我希望我们可以增加攻守两端上的能力 可惜的是今天实验失败 这里我必须重复说一次 不是双锋线不行 只是场上没有人去做一个发牌的 工作 另外今天这样比赛的输球 我个人认为是全队都要负责的 其中Kurry的部分也是 今天这样比赛只有攻下9分 而且全场三分球不但出手的9次 更重要的是一颗都没有进 另外新秀Posinski 虽然组织的部分还可以 可是今天进攻端上也是熄火的 全场比赛三分球偷8只中1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 这场比赛勇士输球 不是单单一名球员 或者是总教练的问题而已 而是全队都要一起扛 另外目前在勇士的立场有两个好消息 一个是嘴绿准备回到场上了 他的回归会对于勇士在防守端 以及发牌的部分有很大的帮助 这个部分要恭喜勇士的球迷 另外QuizPos的部分 预计要修4到6个星期 换句话说2月的时候就可以回到场上了 不过他的部分勇士会不会把他交易走呢 也是球迷可以观察的地方 而如果你问我的态度 我是希望勇士可以留下他 而把目前状况比较差的Wiggins送走 聊到交易就这么刚刚好 今天勇士队的对手是暴龙队 而暴龙队的Pascao Seacom 就是目前勇士队潜在的补强人选 不过这里要注意的是 根据记者的资料显示 如果勇士队不送出Kominga的话 那么这比较一样可能非常难成立 就这个部分咱们就要看小Donnelly的操作了 这里重复说一次 我个人认为Pascao Seacom是不适合勇士队的 不只是打法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合约 好接着我们聊的是洛城内战 那就是胡人队快艇 这样比赛相信也引起了非常多球迷的关注 因为这两支球队正宗都有非常多的球星 不过关心比赛之前现在关心一个非常夸张的画面 看我们这个回合之后 大家以后不要再跟我讲 LeBron James目前已经39岁了 咱们来看一下发生什么事 这个回合他自己运球过半场之后 直接把球给压了下去 这里我就问一句话 你相信他39岁吗 这太夸张了这一球 这个球真的打得非常非常的暴力 其实在我看到这个球的时候 我跟胡人场边的球员反应是一样的 那就是哇哦 太夸张了 LeBron James你真的太夸张了 好看完精彩的highlight之后 接着我们来聊一下今天这场比赛 其实上今天这场比赛双方的防守都非常非常的好 虽然今天输球的是快艇队 可是球迷要知道是胡人今天这场比赛 全场发生了19次失误 至于快艇的部分这场比赛也发生了14次失误 所以这场比赛其实双方在防守端其实都非常非常的拼 实际上今天这场比赛的胡人都可以赢球的关键 除了LeBron James跟AD这双星的组合之外 我想要聊的是从板凳出发的DN90 Russell EG Prince 这里我们先聊地露的部分 全部要知道是今天AR是熄火的全场之后攻下8分 可是目前从板凳出发的DN90 Russell EG Prince 这场比赛是攻下了13分 虽然整场比赛他的投篮命中率不算理想 可是这里要注意的是在第四节前段 他个人连得5分的部分是帮助球队非常非常大的 特别是在投进这颗三分球之后 主场的胡人队是领先客场的快艇队10分 而且接下来DN90 Russell跟AD也有精彩的配合 所以今天DRAW在板凳上的表现 当然也弥补了AR火力不足的部分 接着我们来聊的是角色性球领的部分 那就是Prince 他在比赛末段的这颗三分球 也是球队可以赢球的关键 实际上今天不管是Kan Radish或者Prince 在三分球的部分都是有贡献的 这一点对胡人队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 另外这里我们必须聊一下从板凳出发的Question World 虽然全场之后攻下9分 可是他拉下了10个篮板 其中9个是防守篮板 而且在防守端的部分 他不但盖了威少火锅 也盖了Zubaz的火锅 所以这名球员在八春也不能上场的情况下 不但得到了上场时间 更重要的是他的表现其实并不差 换句话说 未来当八春也回到场上的时候 总教练Hem 你千万别忘了 你的板凳上还有Question World可以使用 他是一名会头外线会得分会拉篮板 同时也会防守的长人 现阶段看起来 胡人队在把AR拉回先发之后 轮换名单的部分大致上也都确定了 这里我想要跟Hem讲的是 轮换名单的部分希望你不要再改了 特别是先发的部分 否则不但球员会无所适从 另外球迷也会非常的不开心 另外竞争上比赛 胡人队在场上一度是放双后卫加上双塔 搭配上Vander Bell 实际上我个人蛮希望看到胡人队多使用双塔的 毕竟Question World在进攻端 其实是一个蛮百搭的长人 另外AD在禁区的中戒能力是无庸置疑的 好接着我们来聊一下快领队 快领队比赛其实是可惜的 主要原因是正宗的主力球员 投篮命中率都不算理想 不管是James Harden或者是可爱 甚至是Paul George都是如此 外板凳暴徒能不能炮 在今天的投篮命中率 其实也不算理想 所以球队输球合情合理 可是今天快领队虽然输球 不过有一个调度是值得讨论的 那就是比赛时间还剩下2分40秒左右 总教练台容路是把可爱给换下场 放上Teris Mann 实际上当下我看到这个调度的时候 我以为是可爱受伤了 可是最终的答案并不是如此 因此我们就要就这个调度来稍微讨论一下 那就是在关键时刻 为什么你把拿过FINALS的 MVP的可爱给换下场 我自己的看法比较简单 那就是刚好提到可爱 今天的状况其实不算理想 全场投17只中6 所以站在总教练的立场 也许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所以暂时把可爱换下场 可是这里我想要讲的是 Teris Mann在建议的表现 其实也不算特别好 全场投5只中2只攻下6分 所以如果今天是站在进攻端上的立场来看 你用Teris Mann来换可爱好像是不成立的 另外防守的部分 当然就更别讨论了 毕竟可爱是拿过DPOY的球员 而且在第四节关键时刻 他其实并没有所谓的犯规麻烦 所以总教练 探入在关键时刻的这一次调度 相信一定也会引起很多球迷的讨论 我自己的看法是稍微有一点点看不太懂 除了可爱当下人是有点受伤的状况 如果有这样的状况 当然就另当别论 最后总教练太后路接收媒体访问时表示 因为快艇8天要打5场比赛 而且可爱的上场时间是有限制的 因此他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就这个部分我自己是不能接受的 毕竟今年的西区竞争非常的激烈 第二点如果你真的要让可爱休息 那么比赛做20秒的时候 为什么你还要再把它换上场呢 简单的说就是这场比赛 你也认为非常重要 因此你才会再次把可爱给换上场 不是吗 所以就汤路德的说法 我个人是不能接受的 可是没关系 反正输球的责任总教练扛 我们负责评论跟看球就好 实际上快艇虽然在今天输球 可是战绩的部分 还是可以保持在西区前4名 就这个部分当然要恭喜 快艇队的球迷 另外接下除了要观察战机之外 也要观察总管怎么操作交易 毕竟PGA TALKER MONSE HELLEN目前都是用不到的 因此就这个部分 也是未来我们要重点观察的地方 好 以上就是我个人对于 胡人勇士快艇灰熊的一些想法跟看法 至于你有什么想法跟看法呢 记得留言告诉我 让我们轻松聊 我们别吧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